喂 喂 谁啊 说话 你是那个 就是我看贴的带人手帐那个 你是陈哥 是是是吗 你是啊 是 我没有 我最近遇了个坎啊 陈哥 你看你能帮我出个头啥的吗 你要干啥 你就直接说 我吧 我免不可以姓陈 我这边 谁问你姓啥了 你耳朵不聋 我问你找我干啥 是 我这边就那啥嘛 我遇了个坑我钱的 我心都得先问姓啥了嘛 全要回来了 非常不好要嘛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嘛 我估计也就是你们出马能好使 因为说你们说他怎么要都能要回来嘛 之前 保证成了嘛 什么都不好要 我听的呢 其实主要就是说他待那个地方不太好去 别的都还两说 他就是在地底下我也能给他翻出来 听懂吗 哎呦 陈哥 要不就是说还得找你们 一般要账的话都是有什么手段的 我看能不能对付得了他呢 那招儿不有多事啊 摘在门口放冰票 破油漆啥的 这招好多事欠多大金额啊 一个亿差不多大概是 一个亿 多大功能啊 不是 多功能啊 不是 什么玩意干瞎成 确实是一个亿 这要不能这么着急嘛 我这家里就是等着用的都 这个钱能不能给要回来 整点手段啥的 手段你不用管 收不来钱我在那扣50% 明白不 钱倒好说 我怎么给都行 关键是说有啥手段能不能透露鸭子 我怕你对付不了他 我不跟你说了嘛 到哪儿都是 一会儿咱俩花圈给他家送去 不是 你们怎么要账呢 还这么孝心呢 人家送花圈是啥意思 不是 我也没说是给活人呢 那咋的跟他人要啊 你怎么玩我呢 不是 陈哥 你这个是怎么回事 就是前几个月不是清明节嘛 完了我就给我姥爷上坟 上坟我就哭错人了 哭的可能是别人家的姥爷 但他家人贼索 我都哭没三包纸完 他才拍我说我哭错了 你能说这么点吗 你怎么废话这么多呢 不是 我就说这事嘛 我就前一后我嘛 他说哭错 我说这谁啊 他说是他爹啊 我说那我也哭半天了 我说能不能给点哭钱 他说那哭钱给不了 我说那也行 但是我给他爹烧了不少纸 这纸钱能给我过 他说让我管他爹要钱 你说这不是人话 我就先看你们神通广大的 能不能过去一下跟他爹谈谈 看那边需要怎么个方法过去 因为毕竟说我姥爷可能也等着这个钱也着急用了 说费用这边我都能给你报了 看怎么过去 你报 我的能回来吗 不是 那你这个你不用担心 因为说国家最近不是有鼓励二胎吗 不行 我这边我马上我就找对象接应你 你十个月之后你就往我这边投就完了 到时候搁论搁的 我也还管你叫哥 你叫啥你自己叫 你跟我俩逼他半天 你跟我俩逼他半天 你跟我俩逼他来的 不是 你这是不是预言我 我这不是说走投无路了 我才找到你们呢 你们不说啥钱都能啊 我要吗 再说我老爷都给我托梦了 必须得要 你要那俩逼你自己要去 别在这跟我磨叽明白吗 那你要说跟他爹要钱难度大 能不能把那个哭钱给我要回来呢 我确实说我哭半天 啥子都哭哑了 你要鸡毛啊 你真是白事做梦你跟我俩 不是 你看你怎么总提这些 就是要钱你怎么还日不日的啥意思 你个大个裤衩没穿好 我给你露出来 你到底想啥的 我想要钱吗 你要脸吗 不是 那你怎么收账 你还兼职还卖人 是咋的 程哥 你这么去一眼啊 我这边肯定是啥也不去啊 去后可能我再找你吧 但是我老爷会缺了腿 你那边有没有正品呢 要卖器官的吗 我卖器官 我这边收账的 你有事没事 没人鬼远点 听见没 那你还问人要不要脸 我信你 那这么的吧 那我能不能加入你们这个组织呢 程哥 如果说钱也要不了的话 我想挣点钱 你想拿扯马懒子呢 不是 扯不动 我属于真心呢 程哥 因为我各方面挑衅啥的 我个人觉得我还可以 我还是说我还有纹身啥的 有纹身牛逼啊 纹花虎啊跟我俩呢 不是 我纹的没 纹的还是半永久的没 但我纹的是贱美 行 你别让我碰一下 你身上没有逼来的 不是 你别急啊 程哥 哎呀 天 那你家花圈咋卖的 不行 我老爷整个花圈吧 等你妈个逼我 不是 程哥 你别冲动 喂